你好,是110吗?请过来救救我和我的孩子吧,我住在皇城一品八栋1601房。 十分钟后,110和120及时赶到现场,将怀孕的小慧送到了医院。 警察同志立即联系了他老公王大伟。 当王大伟接到警察的电话时,他都猛了,他赶紧放下了手头的工作,赶到了人民医院。 大伟赶到人民医院后,看到他爸妈都在医院,就问他爸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爸妈,小慧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住进医院呢?而且还是警察同志给我打的电话。 儿子,你没必要这么紧张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不要太担心。 大伟,都是你妈的错,两天前我在网上买了一袋大米,今天早上人家把大米送到了家门口。 你老婆正在挺着一个大肚子给我们洗衣服,你妈妈就让你老婆把门口的那袋大米搬进厨房。 小慧说他挺着一个大肚子搬不动,你妈妈开始骂他,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,我都听不进去了,也不知道他是哪根筋搭错了。 突然发这么大的火,你妈妈看到小慧还在继续在那里洗衣服,就抓住他的头发,打了他几个嘴巴子。 没错,财神爷来了,留下一句财神到家,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。 这个疯女人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炸药,我看到你妈妈打你老婆时,我站出来要阻止你妈妈。 结果,你妈妈反手也打了我两个大嘴巴,还踢了你老婆几脚。 你妈妈打得太突然,我也没想到你妈妈会踢她的肚子,所以她被你妈妈踢倒在地打了几个棍。 没一会儿,地上就流了很多血,小慧痛苦地拿出手机报了警,打了急救电话。 我也不知道这个疯女人今天怎么会这样做,她对小慧会如此残忍。 她还怀着我们的孩子,即使她做错了什么,你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她呀。 我妈妈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,真是太荒谬了。 三十分钟后,医生走出急救室。 医生,我老婆和孩子现在怎么样了? 病人的情况现在很不乐观。 你的家人是怎么照顾孕妇的? 因为孕妇的腹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现在孩子大出血了,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。 医生,求求你了,你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我妻子和孩子的命啊,我给你跪下了。 别的都别说了,你赶紧签手术同意书吧,我也没时间跟你多说。 病人现在急需手术,再耽误,恐怕连大人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 好吧,我签字,我现在就签字,请一定要救救我妻子和孩子。 大伟签了手术同意书,然后医生给小慧开始做手术,大伟在手术室门口等了六个小时,医生终于出来了。 我们已经尽力了,肚子里的孩子,我们还是没帮你保住。 谢谢你,你们已经尽力了。 大伟真的没想到他的母亲会对他妻子下如此的狠手。 安顿好小慧后,大伟找到自己的母亲。 妈妈,你的孙子就这样没了,你现在开心了吧,这就是你想要的吗? 我是你妈妈,你怎么能这样和我说话呢? 你和你老婆都是一个臭德行。 现在我的孩子被你给毁了,你还想让我微笑着和你说话吗? 你就一点也不觉得自责吗? 这能怪我吗? 我只是轻轻地踢了他几下,谁知道你的孩子就没了,还搞流产了,真是个无用的窝囊费。 妈妈,到目前为止,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? 你连一点后悔的心都没有吗? 你的心是铁打的吗? 现在没了你的大孙子了,你就开心了对吗? 你知道我老婆已经怀孕八个月了,你还要对他拳打脚踢,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呢?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,你是怎么跟妈妈说话的? 你为什么要怪我? 我告诉的你已经很清楚了,我只是轻轻地踢了他几脚,是因为我踢了他几脚,就会流产吗? 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他自己的身体问题? 你怎么能怪我呀? 谁叫他不乖乖听我的话,还跟我对着干? 我就是想给他一点教训,在我们家还轮到他说话,我想做什么就得做什么,我是一家之主,只要我在这个家,我就有最终决定权。 我只是随便说了他几句,他就不赖烦了,甚至还敢顶撞我,我替他挤脚算便宜的。 退一万步说,即使我老婆做错了什么,你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吧,他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,现在你的孙子不见了,你高兴了吧? 你怎么知道他肚子里一定是男孩?我看着他的肚子,还有他平时那么喜欢吃辣的,说不准怀的是一个赔钱货呢? 无论小灰肚子里有男孩还是女孩,那都是我们老王家的骨肉,也是你的孙子和孙女,小灰到底犯什么错了? 竟然让你把他非要打流产才算啊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你这样欺负我老婆,你竟然还这么自信的说这不是你的错,你真的一点毁过的心都没有吗? 大伟,你赶紧闭上你的臭嘴巴,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生你养你的妈妈,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母亲呢? 只是一个生孩子,有什么伟大的?听你说这话的意思,感觉就像天要他下来一样,我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在这里听你问罪,我要回家了,你自己在医院照顾你的好妻子吧,我一看到你们夫妻俩,我就来气。 就这样,小灰被婆婆打到流产的事就慢慢过去了,时间过得很快,四年就过去了,婆婆突发脑出血,情况十分不乐观,急需手术,于是公公立即打电话给儿媳。 媳妇,我们家出大事了。 爸爸家里出什么事了,别着急,慢慢和我说。 你妈妈刚突发脑出血,现在正躺在医院抢救呢,你赶紧来人民医院吧。 爸爸,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?你对我有意见吗?为什么要诅咒我妈妈?我妈妈现在帮我在家照顾孩子,以后请不要这样说话。 媳妇,你误会了我。 我说的不是你妈,是你婆婆。 今天早上,她突发脑出血,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。 医生说,你婆婆的情况十分不乐观,你还是赶紧过来吧,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 哦,原来是婆婆那个恶人啊,那就先等会吧,我现在还有急事要忙,等我忙完了再说吧。 如今你婆婆生死攸关,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放吧,能不能把她的命就回来,还是个未知数呢? 媳妇,医生刚才告诉我,你婆婆的手术费可能要二十五万左右,你赶紧把钱拿过来,带着钱来医院伺候她吧。 爸爸,你脑子又没坏,你让我现在去哪里给你拿二十五万啊?别说二十五万了,我现在就连二十五块钱我都没有。 在找你之前,我已经给大伟打电话了,但他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 小慧,爸爸知道你这些年在我们家受了很多的委屈,但现在是你婆婆生死攸关的时候。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,你就不要和她一般见识了,带着钱来医院吧。 爸爸,既然你这么说,我就实话实说吧,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钱,我每天也很忙,我希望你能从我的角度理解我。 小慧,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婆婆躺在病床上不救她吗? 不管怎样,我们都是一家人,你就把你婆婆过去对你做过的那些事放在一边吧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你婆婆的命要紧呢。 爸爸,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,我仍然记得我婆婆,那几年是怎么对我的,我觉得你也是个明白人,以其人之道,还是其人之身的道理吧。 小慧,我低声下气地跟你说了这么多,你怎么就有言不尽呢? 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,以前那些沉这么烂骨子的事,我们先放下好吗?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你婆婆的命。 爸爸,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,如果是你现在躺在病床上,我会经历借钱救你的,但现在是我婆婆躺在病床上,对不起,我没有那么多钱和时间,你最好想办法去找她孝顺的儿子吧。 我告诉你,我有很多事要忙,我先挂了。 小慧,无论如何,她也是你老公的亲生母亲吧,也是你的婆婆。 你真的想眼睁睁地去死吗?做人千万不要这么无情啊,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? 我承认她是大伟的亲生母亲,过去,你说她把我当人看了吗?如果她对我有一点好,我都不会不管她的。 在这个世界上,我永远不承认她是我婆婆,一开始她是怎么对我拳打脚踢的,她是怎么对待我的,你心里不清楚吗?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之前给我带来的痛苦,有句话说的好,天道轮回好轮回,上天饶过谁,种什么样的因就会得什么样的果,一开始是她亲手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打掉的,现在还想让我拿钱去救她的命,你觉得有可能吗? 毕竟我们之间还有一条人命,即使我现在有几十万,我也不会去救她。 张小慧,我知道你当时在我们家受了很大的委屈,但现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,你真的忍心袖手旁观吗? 那时,你婆婆确实不应该这样对待你,现在只有你能拿出这么多钱来救她了,你应该带着钱来医院,我为你婆婆给你跪下好吗? 即使我有钱,我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,我绝对不可能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一个畜生身上。 公公感觉她舒服不了儿媳,所以她只能找到她的儿子大伟了,并告诉了她刚才和儿媳的对话。 大伟,你妈妈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,正在抢救。 刚才我怕打扰你的工作,所以我没有先给你打电话。 我先打电话给小慧了,我从没想过她的态度会这么差,一点人情都不讲,不答应拿钱给你妈妈看病。 我妈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,小慧根本没那么多钱,你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她要钱,我的工资卡不是一直放在你们那里保管着吗? 大伟,事情到现在了,我也不再瞒着你了,你千万不要生我们的气。 你赶快告诉我,你们把我的钱都花到哪了? 你工资卡里的钱,在你弟弟结婚时,我们把钱都给他花了,我怕你不答应我们,所以我们才隐瞒了你。 爸爸,我没听错吧,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? 那笔钱是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挣来的,你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呢? 你们就私下把钱拿给了弟弟,我也是一个有孩子有老婆有家的人,那张卡是我这么多年来赚的钱,你怎么能瞒着我把它都给了弟弟呢? 你甚至都不跟我打一个招呼,你这样做对我不公平吗? 但是他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,你弟弟又不是外人,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会同意,所以才没有告诉你。 你这样做太过分了,我还是你的儿子吗? 大伟,我们现在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时候,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筹钱给你妈妈做手术。 你应该说服你老婆,多对她说些好话,让她带着钱来医院,给你妈妈支付手术费。 爸爸,我怎么能尴尬的和我老婆开口要钱呢?那一年我妈对她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,这个坎对谁来说都过不去。 你就是个窝囊废,你看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,她婆婆都这样了,她还能袖手旁观。 这怎么能怪小贵呢?你不知道我妈妈对她做过什么吗?还是说你把这一切都忘记了?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,你真的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。 医生说你妈妈现在的情况十分不乐观,不能再耽误了,你赶紧去劝劝你老婆,就当爸爸求你吧。 现在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,但我相信小贵是不会拿钱的,没有人能原谅我妈妈做的那些事。 大伟别无选择,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家找妻子借钱了。 老婆,我现在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情,想和你商量一下。 不用说,这件事没有讨论的余地。 现在我妈的情况十分不乐观,你就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面子上,你就拿钱救我妈吧,以后你叫我做什么,我都会听话的,我也绝对不会有半句怨言。 请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,我不会答应你去拿钱救她的,即使你让天王老子来了,我也不会拿钱救她,你就死了这颗心吧。 小贵,你的心怎么这么残忍啊? 你怎么还有脸说我残忍,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怎么失去的,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? 是我残忍,还是你妈妈更残忍? 我知道我妈妈那样对待你是她的错,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,你也应该忘记了吧,现在我妈妈也得到了报应,你就原谅我妈妈吧。 你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,那是我们的亲骨肉,你现在去如此轻描淡写的一说而过了,你妈妈给我带给我的伤害,只要我还活着,我就不会原谅她,即使我做了鬼,我也不会原谅她的。 如果你继续强迫我,那么我们就离婚吧。 我,我? 家人们,你们觉得媳妇应该忘记过去,拿钱出去救婆婆吗?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本心,选择不救她呢?